你说你是蓝色性格的人格 然后非常严谨 但是我看了一下 你的这个简历里面 就是最理想的工作状态 你用了一句话 叫既可以帮助别人 又可以自我成长 你在这一句话里面 有两个错字 这是我的失误老师 这是我的失误 这个是我的失误 说说你的职场经历 你第一份经历 第一份工作做的是客服 对 是客服 干了四年 你离职的原因是什么 写的个人原因 我离职原因主要是 因为这个企业还是比较大的 就是晋升特别困难 看不到希望 然后就离职了 后来去了一个 比较大的教育集团是吗 对 做什么呀 那时候我是做的是 人事跟行政 人事跟行政 在这儿我就要问你一句 因为进的是一个 比较大的企业 你的初始学历是什么 我的初始学历是大专 大专 对 好的 是教育学 你为什么又考了一个大专呢 是这样的 就是我的上一份公司 就是它企业里面有一个 自己的一个培训的一个部门 然后公司就要求是 必须是那个211大学毕业的 而且是大专以上 才能成为里面的老师 我是为了争取这个老师的职位考的 能不能把我们把履历上的 那个明确的时间是几月到几月 因为你这个年跨度 就让我们不知道是 你在11年是1月入职的 还是12月份入职 就是这个时间跨度是有点长的 每一段都是直写了自然年 雅悦老师 我的感觉 让我把问题听 就是我觉得还没有到 月的这个程度呢 因为它两份工作都是同时的 我没太明白这个逻辑在哪 你的2016年到2021年 是一份工作 2019年到2021年 又是一份工作 所以这两个工作 它是同步的 所以我不知道是你的写的问题 还是说的确它这么发生了 都是它简历的时间信息不对称 就是它时间信息有点重复 有点乱 是我的失误 因为这个年限我记得 确实不是特别清楚 我理解的就是这个求职嘛 肯定是企业家想要看到的是 你的能力 所以我更多的是 想展现我的能力 就没有重视这个简历 所以导致简历出现了 很大的失误 这个问题好好打 因为这个是在企业里面 招聘员工背景核实 最关键的一个要素 如果你的工作只有三段的话 还写成这样 还是这样的失误 那直接被定性为诚信问题 就不用后面面试了 所以说你把这个时间理一理 来 你上我这来 你因为你手里没有这表给我了 你就对着这个看 2011年刚才说几月 六月 这写错了 写错了 好 来更正一下 第一段工作经历 它的旗旨 年 月 2011年到2014年中学的时候 干了三年 施科福 三年 对 干了三年 这个写错了 好 第二段经历 这家餐饮公司 人事跟习政管理 是16年到21年吗 对 因为这个中间 我有就是生孩子 然后你在这家人力集团 是19年到21年 19年到21年 对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不是 你不是在那个餐饮 干到2021年10月吗 你这中间有重复 对啊 应该是2019年 是15 是2016到2019 2019到2021年的6月 6月4号 你要是做人事的 然后你看着这本简历 然后这时间重叠得 太夸张了 不 这是我的失误 老师 这是我的失误 好 那你不是说零失误吗 这种就特别吃亏 要现场对履历 对不对 一共就三个空 填错两年 她刚才一直用这个 我的疏忽 我的疏忽 解释啊 她这个简历 那么多的错误 但是在我看来 其实这些根本都不是说 疏忽和没有注意细节 是因为这就是她 而且她还恰恰在开始 就表述说 我是非常严谨的人 而这样的一个 就是我觉得 她给我们提供一个信息 她对自己的认知 是有比较大偏差的人 然后在这个人力集团 做的是纪检岗位 纪检是什么岗位啊 纪检主要就是 反贪 反腐 反围剂吧 明白 为内部伪计嘛 然后那么你之前说 你由于公司 需要你匹配一个身份去进修 那是哪家公司的事 就是我的上一份公司 就人力资源公司的事 那好 你的传媒大学的 开始读 读这个时间是在2018年 但是你是2019年 才入职的你最后一个公司 中间后一年差 你不可能预计到 你进了这公司之后 他还要求你再去读啊 就是这个人力公司 其实我早就了解这个企业 我那会儿就一直想去 人力资源公司 就从在上一份工作 还没有离职的时候 我一直就期望进入 这样的一个行业 但是这个单位说 就是你去面试的时候 就必须要有这个证 才能成为里面的老师 你不是要到在这边 纪检部吗 又不是进企业大学当老师 就是啊 所以说你为什么 要为这个纪检部门的岗位 去完善那个学历呢 就是你从事纪检的时候 就需要 就是有一个课程 是需要纪检去讲的 反腐这一块 就是需要这个老师去讲 但是那么我又在纪检部 你这个入职的纪检部门 是不是也要求重本的背景 纪检不需要 但是那个作为纪检的讲师 是必须要的 有点吵起来了 已经情绪化